他們最噁心的就是他們在中國設立一個影子實驗室 就是在美國做的時候在中國就是美國怎麼做那邊就怎麼做 結果搶先在中國把成果報到影子實驗室 這個就是影子實驗室他們一貫這樣做 所以你說的這個我覺得真的可能是很大 就是他們造了一個法國人幫造了一個很重要的實驗室 他們在其他地方造影子實驗室 就是對覺得剩很多錢嘛 再說就是一個Piece也不夠 影子實驗室 至於影子實驗室就是模仿 就是違背專利模仿 就这个意思 而且有的时候成功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说它有什么缺陷什么的 这都很有可能 但是这些讲话无补指向 就是这次病毒是由实验室放出来的 这个我跟马先生已经完全完全解释过了 我们现在还在受到网友的围攻之中 但是我相信我相信凭着我和马先生 对真理的执着的追求 凭着明镜的长久的信誉 很快大家都会同意我们 那么也就是现在呢 刚才说到这个实验室的 这是有看一篇新的报道 所以提一下 那么还有就是现在呢 刚才一开始也提到 现在美国要派专家 现在还在等中国这个开绿灯 而且给了美国给的援助 实际上也挺多的 将近18吨的这种物资 那么现在反而是这个世卫专家 也知道这个 谭德塞刚刚访问了这个北京嘛 也有人说这个中共呢 已经把这个世卫都已经是摆平了 这个收买了 所以世卫现在进行帮着中国说话 所以现在北京是准这个世卫专家进中国 但是美国的这个大批的援助 虽然进行大批援助 而且是已经是一个月以前就准备要 这个阿扎不是说了吗 他就这个要派专家到中国 但是中国是迟迟的不给这个 不给签证 不给这个开绿灯 那么这个又作何解释呢 就是说是不是就仅仅是因为 而且现在最新的报道 就是说美国准备要提供1亿美元 给中国还有其他这个受益性影响国家呢 进行一些这种援助 美国这种姿态呢 应该说是很理性的一个姿态 那么就说虽然是 美国现在仅仅有12个病例 但是呢 把这个疫情呢 已经是作为一种全球性的这样的一个 放在一个全球性的这样一个视野当中了 马先生你怎么看这个 现在北京的这个算盘是怎么打的 你觉得 北京这个算盘呢 其实一开始到现在呢 都表现出来的是一个弧度算盘 自己也不知道是四舍五入呢 还是五舍四入呢 他现在都没有搞清楚 因为习近平的周围 现在我们看得到的真正的专业的 或者是有知识背景的官僚呢 是越来越少 一般呢 都是以习近平为我是宗的这样的一个 奴才团队 比方是玩忠诚 不玩这个实干的一些官员呢 是更多一些 那么也是越来越左的一些官员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 习近平是得不到任何的有建设性的 或者是有科学依据的 或者是有专业背景的真正的建议 这一次的疫情呢 我们看到中共的宣传也好 还有其他方面也好 无不充实着各式各样的一种战争的口号 叫抗疫 就抗击疫情 叫什么现身 叫什么等等等等 包括我们现在看到 全国在征调着无数的医学人士 前往武汉进行支援 而大家忘记了 疫情是最主要是 你都不知道这个敌人有多厉害 你都不知道这个敌人从哪来的 你都不知道这个敌人还会伤害多少人 但是你就像朝鲜战争一样 让所有的这些没有任何穿衣 缺衣 少药 缺装备的人呢 就放到最前方的去堵这个炮眼 也许堵枪眼呢 有些人可能就堵了 或者是牺牲量比较少也就过去了 但是这一次不是一个枪眼 是一个疫情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习近平呢 依旧是保有着他的政治为先 那么我们知道朝鲜是先军政治 中国呢是先政这个抗疫啊 那么就我指的是抗 抗击疫情的这种方式 我相信呢必定呢会有无数的牺牲品 或者是无数的这些所谓的英雄们呢 都会填这个炮口 那么因此呢 他们对于美国的支援也好 还有国际上的任何的支援呢 他们首先呢是有一个大国心胸 大国思考 其次呢 他们也有一些真实的数据 或者是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情况 以及这场疫情所暴露出来的 中国的软弱 以及中国的国力的本质上的一个 就是可以说是很虚弱 不想展示给美国人 或者不想展示给更多的人 当然也有些网友呢认为呢 恐怕是中国最担心的是 美国的专家来了 会不会发现这个疫苗 是中国人造的生化武器呢 当然这一点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 只要你有任何一个病人 你可以把他的这个病毒 经过分析之后呢 最后你都可以找到 是否有人为修改的这种可能性 当然这一点呢 也是早已经被排除过的 但是呢 就是说不管怎么样讲 那么中国在政治上在考虑呢 展示给美国 或者展示给国际社会 他们一个真实的情况 和显示出来的这样的一个 无能的政府 和无能的这样的一个政党的管控 以及非科学 非专业化的领导 而不断的在制造着新的人祸 那么这种情况呢 他们是不愿意展示给全世界的 好 说得好 小平博士 我也说一句 好 王博士 王博士 美国的王成 这个事情呢 对习近平来讲呢 就是我们真的看到 看透他的整个的 心理的这个 想法 就是他的信心 已经现在丧失 丧失禁了 很不幸的是 从香港的动乱 然后台湾的大选 然后这中间还传插到中美贸易的 节节败退 败到这一阵 他已经对自己没有任何信心了 你看他全是手势 他就是依附那个挨打的样子 比如说美国说1月6号就要来 然后那个华春英 说的话就已经不达后语了 比如说他说没有给实质性的帮助 美国说我记了18吨的援助物资 然后他说美国撤侨引起恐慌 那个英国关系搞错了 因为恐慌才引起撤侨 英国关系搞错了 然后就是你一看这个 你就知道就是习近平现在对自己没有任何信心 所以习近平完全猜对了 这件事是从医疗开始 然后后面货就大了 果然被习近平猜对了 美国的专家来了以后看到第一个 全线崩溃 就是医疗体系全线崩溃 特别是我们看到有病人倒闭街头 这种事你啥都看过 60年代又饿死都看过 60年代以后你没看过 现在又看到 暴毙街头 然后看到整个的医疗体系 我刚才说了 一部分是有肺炎的问题 还有一部分是心脚痛 脑中风 骨折 蓝萎炎 这些人要见到美国医生 都哭成啥了 好这是医疗问题 全部崩溃 然后接下来我们说的次生灾难 然后因为隔离 然后得不到最基本的食物 这些东西全都没有暴露出来 暴露出来让美国人照个相回来 这就更惨了 接下来这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 整个全民的素质 就是中华民族 那种恶劣 那个略根性 全部暴露 你看那个贴的广告 就是不让出门贴的广告 那就是 只有这种人种 才会说出那样的话 我看到很多电话 我就不跟你重复了 大家都天天看 今天我还看到一段这个视频 小视频 这个小区嘛 不是都封锁嘛 然后这个 我刚才咱们这个题目当中 有一个题目就是说 这个封城让民众 已经是抓狂发疯了 那么这个 有一个女的就已经疯狂了 见到那个小区的管理员 就是检查这个测体温 什么不让人看证件 让人近不近的 然后冲上去就一顿乱打 然后发出那种尖叫声 整个就已经是彻底就疯了 那么这个视频 确实让人看得挺震撼的 也可以完全可以感同身受 可以理解 可以同情 在这种封城 这种严酷的这种措施之下 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的确现在也只有这一招了 你如果说现在不封的 我觉得也确实没办法 封了之后也是没办法 因为大家会发疯的 因为这个在家里面一直呆 就像我们有些家人 在家里面都已经呆了 二十多天没出门了 那么这种情况 我觉得这种 你可以想象 这活生就是一个活监狱 那么这不发疯 才不正常的 我觉得所以说 现在的确是刚才说的 我们还有一篇报道 就是说我们来看看 就是说 这是美国的一篇报道 就是说呢 现在习近平的这个 是不是这个 这是当然也是夏威教授说的 认为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天命 就是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天命